好啦好啦 大家期待的這個莉迪跟蘇瑞來了 應該是莉迪啦 因為莉迪的話呢 補師然後呢又增加技能攻擊力 可以說是用在各種隊形 然後呢是閃電的 蘇瑞的話呢就是普通的這個打喔 但是再來的話呢好像斬萊莎快來了 斬萊莎也很重要 那就我們就直接先抽吧 好 就是除了他送你的10抽之外呢 免費可以買個半價嘛 商店 好 這是每天的一抽 好 先簡單抽完 最近我的免費一抽其實運氣不錯耶 不是抽到角色 是抽到那個SSR的那個回憶 我覺得也是不錯喔 30抽 這個的話我就有點想要把那個莉迪換出來了 我覺得有一個補師應該蠻不錯的 然後可以看看說這個補師要怎麼搭配喔 第一個10抽 我沒有這一隻喔 我竟然沒有圍毆喔 天啊 他是主角耶 他是五代的主角才二星 真的是太不給他面子了 再來喔 加油 20抽 有個SSR 這個不錯 這個我可以升星了 這張蠻好用的 他是HP以上技能傷害增加 升上去之後呢 技能傷害增加其實蠻多的 好 這個我會用 最後一個啦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要 負費抽抽看 哎呦 哎呦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 可是不是限定的耶 發白光 沒有師傅 有瑪莉 這可能歪掉了 要黃光才是限定嘛 對不對 所以白光就是代表你歪掉了嗎 好啦 這樣子也是 馬上啦 你知道不是 啊 我有了啦 哎呦 男生就不是啊 這個好像我也有了耶 天啊 跳過跳過 還可以這樣子歪 兩隻都有了 這個遊戲歪到一樣的就感覺 蠻虧的 因為呢 你慢慢打碎片也可以升星啊 但是你抽不到就是抽不到 來 我現在付費有9600 60抽 我抽到其中一隻就好 好 抽到其中一隻就好 來 試試看喔 第40抽了 哇 這個 付費40抽是什麼鬼東西 好 再來 50抽 我中其中一隻就好 真的 隨便一隻就好 然後這個限定池就不抽了 哇 這個40 50超級爛耶 好 60抽囉 天啊 好毒啊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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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黃光了 是吧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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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好像还彩色的 女主角的衣服是不是有点变 OK 够了够了够了 而且是彩色的不是 不是黄光 彩色代表什么意思 SSR吗 女主角衣服是不是有变 OK 我可以结束了不用课金了吧 是谁 是谁是谁 是谁是谁 水啦 太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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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限定角色 YES YES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哎呦 啊这个我有了啦好多喔 至于莉迪的这一个第二招的全体补血量啊 大概跟一般的这个铃铛的补血量差不多 我的血量啦补出来的话大概是在350左右 那至于说女主角的小招的话呢 补血量大概都是在890而已 所以说那个补的量非常的少 不过也是全体补血啦 但是莉迪的这个第二招呢 他就没有打敌人了 他是全体补血 然后呢大家都会有技能伤害增加 那至于说小招的话呢是有方再生 没有办法及时补血 不过呢这个技能是可以增加9% 然后可以跌到18% 那这个就没有什么行动次数了 第二招的话呢这个是有这个行动次数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玛丽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魔法攻击上升35% 那我现在使用这个第二招 好 这样大家补血了 补了大概300多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玛丽 因为等一下玛丽要放大招了 多了这个 技能伤害增加26% 多了这个6%好像是我装备的关系啦 好 那我们就让玛丽来收尾吧 玛丽的话我还是蛮爱用的 因为毕竟是全体破坏手 然后再加上说她的这一个大招是单体的 威力不错 然后呢 破的威力也非常好 好 我们让玛丽收尾喔 来喔来喔来喔 炼金术士的起点 一座的女主角 OK 啊 迷宫又过了一个难度了 哇喔 水喔 然后正好 诶 这一个迷宫啊 我正好让这个莉迪 获得了Bust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时间条下一位是梅露露喔 那这是梅露露目前身上的这个状态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使用莉迪的招式 他说时间条上下一位我方技能伤害增加 然后攻击目标全属性耐性下降 这样子-25%嘛 那这是打全体的威力还不错喔 OK 我们使用这一招吧 好不过这次敌人血很厚啊 而且呢他的抗性也是很多 这边有一个全属性耐性下降 这个25%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梅露露身上的这个Buff 这边有一个给予伤害上升 技能伤害加100% 可是因为这个十巨人真的是血太厚了 OK 11000 呃没有暴击啊 诶 等一下又是莉迪的大招 诶 等一下我要给他移动到这个红色的面板 嘿 哦应该可以解决哦 好解决他吧 但是他的那一个第二招啊就是全体回旋 然后呢加技能伤害 那没有攻击的效果 所以呢目前我的队伍的使用上呢也是蛮犹豫的哦 因为我觉得呃至少要有两个破坏手 那玛丽的话呢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推荐 因为他除了这个全体的破防哦威力很不错之外呢 他的这个大招呢是单体的 而且这招单体啊破防的威力也非常的猛 如果说像那种护盾比较厚的敌人啊 能够让他使用大招的话呢通常都可以顺利的破防哦 所以呢不论是什么阵型的话呢基本上玛丽我都会带 其他角色的话呢大概就是苏菲跟莉莉会去做更换 那如果说是梅露露的话呢单纯攻击手的话我比较不会带哦 我可能会选择破坏手大概是这样的选择哦 因为如果是攻击力的话呢 欸我觉得玛丽也够了再不然呢女主角的威力也是很够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破盾哦 好啦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啦 谢谢大家观看 那我是阿天我们下次见拜拜